那其實我跟建文剛開始呢是有先 為了要開案之前就先 討論我喜歡什麼音樂 北斗神拳假面騎士全部都講過一輪 就發現其實這些音樂喔他的編曲 蠻多重疊的東西 然後最後呢他就看到我的背包就說 哇你好中二喔 你的背包你40幾歲了 你還在背假面騎士 我就說這個是我的興趣啊我的熱情啊 三天他又寄了一封新的demo回來給我 就是我們現在聽到變身 你聽好開心就說哇 完全不一樣的曲風 有超人風 其實不只是台語專輯國語專輯 我都很少聽到這種歌啊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練的邵大倫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好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的是第一次來做客的很資深的邵大倫 資深不敢大家好 樂榮老師好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練的邵大倫 大倫你好 哇竟然是第一次見面耶 對第一次見面 對 但我今天心情是有一點小緊張 我有感覺 對因為之前就很常看你們的節目 對然後一直沒有機會來 對但是 很好遇到退影的前輩就對了 他都不能這樣講 小時候都是吸收你們的養分長大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大倫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得的是廣播金鐘獎 對對 就應該我覺得這個算是那個開始者的幸運啦 就第一次報名 然後大家可能覺得對這個聲音 然後講台語有興趣有新鮮感 但你得過兩屆啦 一次是個人一次是節目 對沒有大滿貫分兩年 沒關係慢慢來 對對對 其實做過很多跟講話有關係 所以我看到這次你的專輯名稱 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出一支嘴 對不只是歌手嘛 其實也是電視主持廣播主持 還有做廣告配音等等的 對 所以語言 而且我還發現你的學歷也很厲害 喔還好 來講一下 對後來去念了什麼 對這個算是一個自己 在我自己的學習的領域跟範圍 我一直中有時候覺得好像有點空了 那我就想說要再向外去學習 那正好師大那個時候有一個流行音樂 產業碩士專班 對 那我就去 第一年的時候你就去了 對第一年去 那其他的用意其實是希望能夠有很多應屆的學生去報考 喔真的嗎 結果後來沒想到去的都還是業界的人居多 對所以後來他現在就變成是六日的 六日的班 但是我一剛開始去的時候我是跟大家一到五一起上課的 哇 對所以那時候就是要一邊上班然後一邊上課 是是是 把時間給切半 但是對我來講 有很大的一個翻轉就是 眼界啦或者是耳朵啦都被打開了 然後認識到了很多流行音樂界很專業的朋友 對這次還有人從同學變成你的製作人的也有嗎 對啊對啊 對不對 對周月城 這次的製作人的陣容非常堅強 可是好像也是透過自己多年來的真的有交往 對或者是尊敬的一些前輩們 所以最後來幫你打造這一張台語專輯 對跟這些老師其實大概基本上 除了授權老師是後來透由五熊老師去邀請的 那剩下基本上都認識十年 OK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可是五熊老師這次是擔任你的 AMR的 對 一個統籌嘛 沒錯然後就很謝謝他 他是幕後最重要的一支推手 所以詞曲的部分其實一開始是大輪看他 努力構思出來的 其實我這一張專輯是我師大的製作的作品 他畢業製作的延伸 了解 那時候要做多少歌 也是十首歌 那時候叫十首 對對對 但很多其實我是 因為我是 我的論文是寫台語說唱藝術為主 出發的那個流行音樂 了解 創作 所以我就把很多台灣的 譬如說傳統的香包歌啦 或者是念歌 或者是叫賣 或者是秀場的脫口秀文化 我就把它都寫成創作 然後有的 有在這裡嗎 沒有都在這堆啊 在那個論文裡面 對 那它裡面有些是用廣播劇的形式去呈現 對 然後有些是歌這樣子 很有趣 然後就把它串成一張論文 對 可是它包袱還是有一點重 因為它譬如說它講到很多文化的東西 或者是講古的東西 可能不是那麼流行 對 那我甚至還要請吳國珍老師幫我寫了一個講古的詞 了解 然後就放在那個論文裡面 那我就 那一個 這論文真的是自己寫的耶 對自己寫的自己寫 獲真價值 這個超不得 應該也沒有什麼人做吧 幾乎沒有人做這個東西 了解 那還蠻開心的 我也沒有想過會發行 但是過了蠻多年之後 我一個起心動念就覺得 我再整理一下 然後就變成了今天的這張專輯 對 好 所以從這個論文到真的要再出專輯 中間還是有很多的 重新的吸收跟轉化 對 跟再創作嗎 對 其實我覺得 台語說唱 就像我們現在講的說唱 一般都會想到rap 但是其實真正的說唱是像楊秀卿老師 他們以前的那個 這兩瓜 念歌 然後 然後平陵的山區跟澎湖的海邊 有那個包歌 就是香包歌 OK 台語叫做小包歌 所以你都會了嗎 現在 就是我們有去做一些 田野調查 然後就 學到這個 我是跟音樂系的蔡嘉芬教授 一起去做田野調查 對 一直到現在 我們到 今年都還會有一系列的活動去推廣 對 那你現在已經會了嗎 基本上那個東西 你有傳承到嗎 那個東西的傳承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個 你已經沒有辦法去傳承到完整的 是因為大家 語言的退化 他們以前 譬如說會講很多的古語 那些字是現代的年輕人 已經不會用 你說連用都不用的 對對對 譬如說 這邊看過那邊山 這邊看過去那邊山 看過去那邊山 看著山頂真 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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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就是一個人字旁旁旁 一個可惡的物 那黑的意思就是 很黑的就非常困難 非常不好去進行的 就叫很黑的 白的意思呢 就是 白山貴娘 它是寫盤子的盤 可是是爬的意思 它其實是盤 盤山 是白山貴娘 盤山 所以那個東西 你要真的完全的去接收到 是很難的 我們只能說 就盡量的去以那個形式 譬如說香包歌 它一共有七字 七字一句 然後一呼一應 一男一女 對唱 然後它是沒有任何 樂器的形式去進行 完全清唱 完全清唱 而且它是即興 譬如說我們現在 是只要自己編就對了 對 自編自唱 而且它是有一種 在battle的感覺 我懂 我唱什麼 你可能要跟或是這樣 我唱一句你就要 馬上回下去給我 天啊 就像跟做對聯一樣 對 而且這個東西是很困難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 在寫新的了對不對 有 在平林還有一個六十幾歲的齊老 他們還會唱 對 但是幾乎都六十五歲以上 OK 對 那他們都唱的也都已經是 現代的台語用語了 也不是完全 古時候的那一種 對 好吧 真的很可惜 可是也代表大倫真的很有心 那我就把 我跟五熊老師就把這個形式 就寫了一首來修波 那所以 對那個 我其實看不太懂 對 就是你說那個包歌的意思 對 就是在推廣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用以前的那個形式去對賬 然後再重新作詞 對 那他就會裡面 那你現在可以來一小段嗎 可以啊 就是說 就是什麼 這一邊看過那邊論 看著阿滾阿滾它滾滾 人有福氣就不用應酸 緣分我們帶到生主門 來修波 來修波 這三個音其實就是 我就是用 我就是用修波瓜它不會離開這三個音 真的嗎 它幾乎都是在這三個音裡面跑 所以就是我用這三個音去把它寫成一個來修波 所以後面的真的那個melody的部分是你們創作的嗎 對 你們取得起前面的形式 而且這個裡面你們還請到了 雅醇 張雅醇 國寶說唱大師楊秀卿的入門弟子 對 他是他異生 真的跟著老師三年以上這樣子 然後學念歌 製作人是民謠大師 陳明章老師 天啊 真是國寶級的陣容就對了 就很謝謝 因為老師 我幫老師主持樂情民謠記 已經就是12年的時間 連每一年都幫他去做這個推廣跟主持 了解了解 對 那因為在這個活動之中 我們就結為好師徒這樣子 對 我覺得你真的很棒耶 所以你一直不是說 只有在流行裡面混 然後偶爾來我們說是好像 是你真心就一直多年來 已經有一些的涉獵喜愛 然後你最後就整個把它畫 把你的所學畫成一張 是一般雅醇能少的作品 我想我 而不是硬蹭你知道 一個議題 絕對不是 我是屬於那一種就是 我並不是很精通的學生 但是我是屬於在學生裡面 可以去幫老師把這些觀念往外 你是個橋樑 推廣的人 你是個橋樑 對 我還滿喜歡做這樣的角色 這個會不會在台語歌壇 有的時候也覺得有點另類 其實 異類 就是好像只有我在做這樣的事 比較少啦 就是也不會沒有人在 但是就是如果以傳統台語歌 以市場為取向的台語歌 你也待過那樣的公司 對 待了五年 然後後來就沒有再續約 因為後來就把重心慢慢的 就移向好好的主持這樣子 然後也去 在同時候也去施打去念書 那段時間對我來講是很沉澱 但是也有一個很大的進步的時光這樣 所以這距離上一張專輯是 八年 八年了嗎 大概快八年了 這八年裡面你自己覺得變化最大的 個人生活部分是什麼 個人生活部分 應該就是說像是 我覺得 有兩個想個朋友 對 這個是 這個確實 這非常個人吧 非常個人 對對對 這必須個人 確實小孩子翻轉了我的生活啦 不管是人生的價值觀也好 或者是你生活的 緊張程度 也都是 然後還有你會開始去為下一代擔憂 然後也會開始去想到自己的未來 以前好像沒有那麼多 真的嗎 以前不會去擔心自己的未來 現在擔心自己的未來 是為了能不能繼續陪著下一代 小朋友入境了耶 對對對 是只有兒子嘛 對不對 是的 就是 女兒為什麼沒有入境 因為我本來就設定這一次是 比較以一個男生的這個超人的主題 了解 那女生如果再加進來也是可以 但是她會又太像家庭寫生機 我懂了 我懂了 其實這一次從第一首歌 我就覺得整個曲風我很驚艷 建偉老師 陳建偉老師 對 我就突然覺得 幫我操刀 他的開場就是讓我對這張專輯的音樂風格 就還蠻期待的 對 叫變聲 所以你要不要講一下 這首歌叫變聲 是 変身 也是用日文講的 変身 其實像我是一個 他是什麼 你是超人控啊 我是耶 特色迷 哇哦 我家裡的小朋友喜歡的是 鹹蛋超人 也是超人力霸王 我喜歡的是假面騎士 那我們家裡的那種特色的玩具 是一整間房間的 然後那個 你就不是一個櫃子而已 已經擺不下了 是用箱子裝的 天啊 那個軟膠 超人的那個塑膠玩具 我們是兩箱 然後大概上面已經花了幾萬塊 我不知道但是 什麼腰帶啊 保健啊 都有 而且都買原版的 那我自己本身 連背的包包 像我今天背的包包 上面是假面騎士的紀念版 那其實我跟建偉剛開始呢 是有先 為了要開案之前 就先 討論我喜歡什麼音樂 那建偉老師他很專業說 大倫你喜歡的 應該跟我差不多 因為我們兩個童年嘛 那我們小時候 聽了很多音樂 也都是交疊的 剛開始我們先討論過那個 日本的 西部警察石淵玉次郎的那種警匪片 OK 然後慢慢的進到 名偵探柯南 聖鬥式心事 北斗神拳 假面騎士 全部都講過一輪 就發現其實這些音樂 他的編曲 蠻多重疊的東西 然後 最後呢他就看到我的背包 就說 哇 你好中二喔 你的背包 你四十幾歲了 你還在背假面騎士 我就說 這個是我的興趣啊 然後他就說 那你等一下 他已經寫了一首 類似那種警匪的曲子了 然後也寄給我聽 我已經在寫詞了 寫完了 我們本來寄給五熊老師錢 他就跟我講 等一下 既然是這樣 你再給我三天 你再給我三天 你先不要把那個demo寄給五熊老師聽 我說好 他就三天就消失 三天他又寄了一封新的demo回來給我 就是我們現在聽到變聲 你聽好開心 哇 完全不一樣的曲子 對啊 對 有超人風 其實不只是台語專輯 國語專輯 我都很少聽到這種歌啊 對 就覺得 而且唱腔上面 我們就是 故意要去學習跟臨摩 那個80年代 日本跟90年代 他們的那些 譬如說水木一朗 或者大黑魔技 他們的抖音 都有一個很大的政府 是 我就有點戰鬥風 鳥三明的那個七龍珠 那也要你的共鳴夠啊 你可以升任這個 所以我就把台語 我就發現台語其實有些音 他聽起來跟日文有點像 那我就故意想要寫一些空耳 然後客語跟法語有點像 對 我早就發現 關節在唱拉丁語的時候 結果是客語這樣 好 那我們來一小段 你說變身是不是 對 變身 好喔 好喔 愛時間 丟愛恰好歇 不如用的鬼世界 咖啾啾咧 有什麼問題 唱了一大段 可見你很愛這首歌 因為唱起來就很爽 我懂啊 好像在唱日本歌 然後不能隨便收掉這樣子 我覺得你很好的是 很好Q是不是 不不不不 我要說的是 其實我聽專輯的時候覺得你聲很渾厚 今天聽到現場覺得真的是名不虛傳 謝謝老師 可是很多人後來尤其是做了主持 不管廣播或電視 甚至你還有配音 其實是傷身帶 所以後來回頭了他們真正唱歌的 就是有時候音質會有一些變 可是我覺得你好像沒有 為什麼 就是你如果有用了那麼多講話的時間 你再回來唱歌 我很感恩 小時候的基底很好 就是我很喜歡一部電影叫做平民百萬富翁 就是那個印度人他小時候經歷過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他經歷過每一件事情 好像在他人生的某個時段都會變成一個養分 然後都會給他上天賜予他的禮物 我覺得我就也有這種感覺 你是沿街叫賣的 不是我小時候媽媽帶 因為我不太會念書 所以我在國小的時候媽媽就牽著我去說 國小有合唱班去考試 那我就去合唱班考試 考過了之後有大概三四年的時間 我都是在合唱團裡面 你是唱 我從第一步到第三步都唱過 真的 因為會變聲 對 那我很感恩 那時候我們的老師 是帶著我們一起去 每年都去全國的 國小的合唱團去比賽 我們都是拿冠軍 都是全國冠軍 那那個老師非常厲害 所以你也聲樂訓練有 對 那個時候我們每天早上起來先跑操場 跑完操場之後就開始練八段錦 氣功 雙手晴天李三交 左右開弓四色雕 這也是合唱團交的 對 調理脾胃單曲手 五到七三望後橋 好厲害喔 還有口訣喔 然後就這樣練了好幾年 然後練那個發聲練習 然後告訴我們說怎麼唱 你比較能夠不會傷喉嚨 因為我也從小參加合唱團 但我都在混 所以我的喉嚨非常的不經由 因為我都是 對 因為我都常常假唱這樣 不會 今天我們老師是 就是我在混在裡面 就是比較難唱的部分 我就稍微休息一下 就對著 所以我是屬於合唱團裡面 有實力的第一步這樣 我覺得我可能是 我也蠻喜歡那個東西 就從小就有熱情 那再加上我對於聲音的揣摩跟模仿 從小就喜歡 你有興趣 對 所以就很懂得去 你很會模仿 對 喜歡模仿 劉德華 就讓我一生一次一個人走 面對自己的傷口 人生如酒 且把滋味 請也讓我喝個口 一個人走 9月27號 愛的連線 謝謝 特別Cue 打電這個人 是因為您跟劉德華先生是 同月同日生 我還真不敢跟人家講一下 但不是同年 但不是同年 我要趕快是 因為你就年輕很多 對 可是他比我帥 真的 我也很崇拜劉德華先生 然後 其實除了模仿這個以外 我對聲音的揣摩 都是我的養分 所以我小時候聽了 所有的歌手 都模仿一輪 你一定沒有辦法 模仿費玉琴 因為你們音色完全不一樣 跳呀跳過山唷 跳呀跳過水唷 一日又一日呀 走走又停停 大概是這樣 對 可是你語感 對 語感上 但音質就 不行 很難對不對 但是最像呢 就是人家是說 都會叫我模仿蕭黃琦 蕭黃琦 為什麼 我沒有想到這個人 我曾經跟黃琦老師 有一起在錄音室 就是工作過一陣子 然後所以我這個人就很喜歡 模仿別 我身邊的朋友 都被我模仿過一輪 所以他的小動作 他連講話聲音 他連唱歌我都模仿起來 然後後來就很奇怪 綜藝節目就很喜歡 叫我模仿蕭黃琦 對不起 對 我沒看過 真的嗎 那一定要為老師 來表演一段 那我就直接 好 蕭黃琦 好 直接 沒關係 不用墨鏡 應該也很像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能夠來到樂榮老師的節目 我是金曲歌王蕭黃琦 謝謝 今天要為大家來獻唱這一首 阿嬤一位 對 對 謝謝 一幹就好 我發現是 這邊的 唇齒 是不是 我感覺 對 因為他其實上了有時候 有一點撅 對 有點上惡的感覺 撅起來才能夠抓到他那個共鳴 對 那你自己的共鳴 你是哪一種 就是靠這張專輯去找 我說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共鳴你覺得 其實因為有時候模仿太多了 還真的那個共鳴會跑來跑去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我找這麼多的老師來 就是希望每一個老師 你能不能幫我找出我的共鳴 但我覺得很統一耶 我沒有覺得聽這張我感覺是不同的人的分裂 我還覺得是一個很誠懇又很渾厚的聲音 一直在跟我說故事 像你知道 我這樣聽下來 前面有很多歌的曲風 因為當然也是我們有時候對台語歌壇的資深歌手有一些偏見 對不對 可是聽到就覺得很多很新 可是我聽到有一首歌的時候 他曲風沒有很搞怪 但是我立刻就抓到我的 然後我竟然立刻發現那首歌是你寫的 叫做 《安定的新瓜》 這張也是這張專輯最剛開始的原本 真的嗎 那是比較早寫的 對 因為我很喜歡這首耶 對 這首歌是在疫情的三年裡面 然後正好三級警戒 大家都沒有辦法上班上課都在家裡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動手術 然後有一點會擔心她身體的安危 那我太太就很鼓勵我說 那不然我們就寫一首歌給媽媽 然後從這邊開始 我們就去申請了文化部的補助 然後才有現在這張專輯開始 所以這張專輯主要是從 要給媽媽的歌開始 所以那時候一定沒有做編曲 什麼這都沒有嗎 就寫一個歌嘛 唱給她聽 對 因為親情的歌曲要很誠懇 那五熊老師說 不然我幫你詢問看看 李壽權老師 我說好啊好啊 我那裡是誠惶誠孔啦 然後後來壽權老師就聽了我兩首歌曲 一首給我小孩的 一首給媽媽的安定的心態 就選了這個 他就說OK 好我幫你製作 我就很開心 這兩首都是他做的 對 都是他製作的 然後你這邊資料特地提到說 用類似教學引導的方法 引導你配唱 你覺得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在於 因為我是一個聲優 是一個配音員 是表演型的唱將 不只表演型 應該是說應該是說 我常常是服務型的 就譬如說我去配廣告 你需要很多功能 他就譬如說 那個不好意思 你可以給我那個 建案的聲音嗎 說每瓶三十五萬 已經買不到了 挑高一米八 我進不去 所以大概就是要那個聲音 那種痛調常常要換 那後來我就 比較反差的是另外哪一種 建案跟建案VS的是哪一種 譬如說 你很難配很可愛的吧 也可以啊 但是就是配老 他會選你嗎 配老人的 他可能會選另外的人 他有的時候就是一個配音員 你可能 分式 對 分式多角這樣子 那我都基本上 能夠換那個共鳴 所以久了以後就是 那我的共鳴 我最好聽的到底在哪裡 我該怎麼表現 最誠懇 而且又是你自己寫的歌 你應該要知道啊 對 就是因為 confused 真的啊 所以我就請 蘇全老師 就是 你就多唱幾個版本 對 蘇全老師就說 不用啊 你就不用想那麼多 你就是把你的技巧 全部拿掉就好 然後就很誠懇的 你就想像你自己 生出來你是怎麼唱 你怎麼發聲 你就很自然唱 然後不要有去壓你的喉嚨 不要去壓任何一個韻 然後就很自然的 很誠懇的唱 因為這個首歌的key 也不需要用到假音啦 所以也 對 但是要忍住不要vibrato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真的嗎 因為唱太久了 了解 好我們現在來一段好了 安定的心瓜 比如說 海風吹來 有你背叛 我中不孤單 飄龍的春是路的柴 你帶我苦花 親唱那顆痴 永遠看過 安定的心瓜 永遠站在那裡 為你唱一段 用你講一聲 感謝 這個是我現在這樣看的 對老實說我發現 key比我想得高 對可是就是 授權老師給我一個很好的引導 然後他告訴我說 我最好聽的音韻在哪裡 最好聽的共鳴在哪裡 就是叫我不要技巧就好 就是永遠記得不要過多的技巧 因為像我們台語歌有時候唱多了 我懂我懂 很容易就這裡要轉一下 好像沒轉的話就對不起觀眾 是是是 拿掉 因為這些東西他會把你的情感蓋過去 所以你就是很自然的去流淌出這些 你要表達的 然後授權老師他有一點讓我覺得 我很佩服的是 他剛開始他都說都不要和音 然後我說老師你是在幫我審預算嗎 不要和音 他說不是 你自己要唱和音啊 對對對我說我自己可以唱啊 他說不是不是 他說你對你媽媽講話 對你小孩講話 其實不要有和音 你看 我的想法現在跟 對對對對對 跟李大師差不多呢 差不多 因為 這個是對於我們這些比較小朋友 我們就覺得好像是不是 沒有和音沒有安全感 我懂沒有安全感 沒有化妝 不能出門一樣 對但事實上他就 原來是這樣 可是對 這個 扮聲吹賴裡面 又只有一句 有一個我愛你 請了謝文德老師幫我和那一句 我說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又要和呢 他說因為和音的這個有一個方式 他就講了一個英文單字 他說整首歌可以有一句的擴打 那只要是加分的就可以 那我覺得我評估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再多一句 了解 所以他非常精準 他製作是很快速很精準 OK 然後也帶給我信心 好今天真的聊得很愉快 謝謝老師 對但時間的關係 要請大家自己來欣賞 薩大倫最新台語專輯叫做 出一支水 希望大家多加朋友 謝謝大家 下次不要八年後再出了 歡迎再來 歡迎再來 好的好的 好拜拜 謝謝謝謝 謝謝